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莎莉 这是你刚从图书馆借的书吗? 是的 我刚借了两本艺术方面的书 一本是英文的 一本是中文翻译的 你可真厉害 都可以阅读艺术专业的中文书了 最近我对地球历史很感兴趣 不知道有没有这方面的书? 有很多呀 不但有中文的 还有不少外文的呢 你都可以借 不过 你可得按时还书 别超过规定的时间 我听说图书馆还会经常举办知识讲座 是吗? 对呀 这周三晚上就有一场关于中国文化的讲座 你去不去? 当然要去 咱们一起去吧 莎莉 这是你刚从图书馆借的书吗? 是的 我刚借了两本艺术方面的书 一本是英文的 一本是中文翻译的 你可真厉害 都可以阅读艺术专业的中文书了 最近我对地球历史很感兴趣 不知道有没有这方面的书? 有很多呀 不但有中文的 还有不少外文的呢 你都可以借 不过 你可得按时还书 别超过规定的时间 我听说图书馆还会经常举办知识讲座 是吗? 对呀 这周三晚上就有一场关于中国文化的讲座 你去不去? 当然要去 咱们一起去吧 第二课 课文二 艺术 绘画艺术 书法艺术 电影艺术 超过 超过是动词 表示高出 在 之上 他的体重超过了八十公斤 他超过了小名 获得了比赛的冠军 讲座 讲座 讲座是一种教学形式 多用报告会 网络等方式进行 举办讲座 听讲座 今天学校举办了一场关于文学知识的讲座 我要去听讲座 我要去听讲座 莎莉 这是你刚从图书馆借的书吗 你可真厉害 都可以阅读艺术专业的中文书了 最近我对地球历史很感兴趣 不知道有没有这方面的书 我听说图书馆还会经常举办知识讲座 是吗 当然要去 咱们一起去吧 是的 我刚借了两本艺术方面的书 一本是英文的 一本是中文翻译的 有很多呀 不但有中文的 还有不少外文的呢 你都可以借 不过 你可得按时还书 别超过规定的时间 对呀 这周三晚上 就有一场关于中国文化的讲座 你去不去 图书馆里不但有很多中文的书 还有不少外文的书 同学们都可以借 不过借了书 可得按时还书 不能超过规定的时间 另外图书馆还经常举办知识讲座 大大丰富了同学们的学习生活 十分受欢迎